以艺术之名,打开香港与台湾两地的艺术交流 香港艺术一直有酒于东与西,国与京,新与旧,本土与国际不同场域,有一种强烈的中间性 艺术家很多时候在微小的日常事物之中,围观生活经验 所以香港艺术也带着浓烈的日常性 不少当代香港艺术作品,更卸下传统纯艺术的皮像 游离在是艺术或不是艺术,似与不似之间 以艺术之名,提出一种生活探问,一种倡议行为,甚或是一种社会行动 这种逝世而非的特性,反映了香港当代艺术的走向 这种重视过程和群众参与的多余制品 竭力把艺术还原于生活 以艺术介入社会的作品,其实是反博物馆,反展览的 所以策展人希望展览作为一个影子 引发观众的好奇,从而对艺术和生活重新思考 以艺术之名,香港当代艺术展,展出八位艺术家的十三组装置作品 他们人性化,平实,内敛,感性,具亲和力的性格 希望能感染大众 也邀请您与艺术家们一同思考和提问 借此促进港台两地的创意交流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